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 从明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 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 化妆品进口的时差将大大的缩减 在进口博览会的现场 这个好消息让海外的化妆品展商们充满期待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化妆品品牌 在进口博览会之后 计划首次进军国内市场 那由审批改为备案之后 像这样子一只小小的恐红 它的审批时间原先是三个月左右 未来将会改成五个工作日 新品上市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备案制使得审批时间大大缩短 向全国推开后 备案凭证可以更大范围内通用 消息传来 在进口博览会现场 不少首秀的化妆品品牌负责人 纷纷表示将加快进军国内市场的步伐 太惊喜太意外了 我们会首先考虑婴儿的系列 和孕妈的系列 然后个人护理的系列 去年三月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 审批改备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 率先启动试点 业内人士表示 非特备案全面推开 是放管服的具体体现 只是将原先的审批 环节后移 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它是把原来的审批 检查的时间相对于后移 这样让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应用于产品的上市 东方卫视记者张英 上海报道